不合适的爱是会毁掉孩子的 小孩一出生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哪个位置 如果你放在中间的那你要留意了 这个孩子就比较危险 为什么 你会看到假如你把这个孩子放在中间的位置的时候 首先断掉了哪个关系 亲密关系 对吗 延伸家庭里面的第一关系一定是亲密关系 如果一个孩子一出生 把它放在父母的中间 首先我要断胎的这个手是什么 是我跟我太太和我跟我先生拉着的这个手 那代表亲密关系 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 它断掉了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本来夫妻两个很好 一旦孩子一出生 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哪里 放在孩子的身上 我们脑子里都知道的 我们一定要爱孩子 我们应该爱孩子 事实上你也非常的爱孩子 可是亲爱的人类的第一重要的关系 一定是亲密关系 如果因为孩子 我的亲密关系 久久不能得到重视或看到 我的心即使知道 爱孩子是对的 可是我却有一百个空洞 我有一百个洞 我等着谁来补 我等着那个男人来补 可是他不来啊 他有一百个理由告诉你 他把焦点放在了哪里 如果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爸爸把所有的焦点给到孩子 妈妈把所有的焦点给到孩子 这个时候妈妈就会选得非常的空缺 我们难道生一个孩子 不是因为爱才会生下来的吗 我们难道因为不是因为爱你 我才会愿意为你生一个孩子 还跟你信 对不对 可是你先用一百个理由来告诉我 因为孩子的出生 我没有办法关注你 我脑子知道你是对的 我也很高兴你爱孩子 可是我的心是空的 那么父亲也一样的 每个男人的内在都住着一个男孩 而这个男孩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母性的温柔 可是妈妈当孩子出生之后 所有焦点在孩子身上 这个男人的力量是没有被看到的 男人的力量一定要被女人看到 如果不被女人看到 他的力量无处安放 他会安放到哪里去 他有几种途径会安放的 第一种途径就是 他会去到另外需要安放的力量的地方 我们叫外在的世界 还有一个部分叫虚拟世界 所以有些巴巴他会乘以手机 他会乘以游戏